整车全部撞得非常惨重 当时车速是多少 车速我开的是巡航定数 80码 然后在红利灯处没有刹车 直接闯红灯撞上去了 王先生当时驾驶的是一辆进口的 Bunch GLS450行越车 裸车价128万5千元正 从事故发生后的录像看 车头部位受损比较严重 万幸的是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这样问题就安全气囊现在没有弹出 然后刹车我这个有防撞功能的 它在遇到前方有障碍物的时候 它会自动GTR会自动启动的 它现在没有启动直接撞上去了 踩刹车反弹回来了 就没有刹车一点刹车都没有 是定速讯号没有取消吗还是 定速讯号取消不了 当时大概立红利灯还有100多米的时候 仰看的红利灯都踩刹车踩不下去 王先生说这一次事故发生之前 他和开过这辆车的朋友 都发现过刹车存在问题 把我车的还回来的时候跟我说 他说你这个刹车老是踩不下去 刹车不怎么0米 然后我说我知道了 可能我马上去保养 然后并且在5月4号的时候 我跟4S店还联系过 我说这个刹车有问题 到红利灯的时候 本来一脚可以刹掉的 然后还要前行个几米才能刹掉 我这个事情我跟4S店反映过 那您出事故之前 最后一次保养是这些 是今年的3月 事故发生后 王先生把车停到奔驰S店 但没有授权修理 他认为必须要先弄清楚 车辆的DTR 也就是奔驰车距监控防撞系统 为什么失效 以及为什么事故发生时 安全气团没有弹出来 他不是贫质的问题 是对我 以后我还要 肯定还会是继续使用奔驰车的 但是他这个安全性能 对我没有保障了 我现在心里就有点恐惧感了 等于说后怕在这里 如果假设说 这个真的是 他安全气团弹出来了 我真的也毫无意义了 该怎么修 该怎么修 该怎么弄就怎么弄 现在我是质疑他的安全性能 王先生介绍 最近已经看好了 一辆落地价160多万的 麦巴赫480 准备替换掉这辆奔驰 这同样是梅塞德斯奔驰旗下的 我首先要确认他的安全性 赔偿我没有去要求 他去对我怎么进行赔偿 你是梅塞德斯死中分 对我买的也有两个奔驰 我下一步还继续买这个奔驰车 但是如果这些硕据我没有 以后我真的是 对这个车子车辆上面 奔驰车辆方面 不怎么放心了 安全性能方面 去找奔驰赛斯店工作人员 了解安全设备参数前 王先生特意先带记者 去看看被撞坏的越野车 可没想到 我当时走的时候 这个车门锅里 我全部都锁好了 我拍的有视频的 我当时把视频拍下来 这个车窗谁把它打开了 那下面 里面的手套箱也被翻开了吗 对 全部都翻开了 装了车 这个车就一直放在进去 对 他什么时候把钥匙拿走的呢 我是拿走的 我当时就想把这贴个封条的 但是我把玻璃都省起来 伸好好的 我有视频的 我当时视频全部拍好了 那天赛斯店的视频 我全部都已经拍过了 那你有跟赛斯店交代过说 我跟他说过了 没有第三方来的时候 不能动我的车子 他的数据肯定堵过了 记者在现场看到 敞开的车窗上 已经结出了蜘蛛网 王先生摸了摸一表盘 手指上立刻就出现了一层黑灰 那么这车窗到底是什么时候敞开的呢 中间是有一趟 就是说 姓林的那位先生始终过来过一趟 我不知道他那天有没有关放 但是这个车 我们没有钥匙 两把钥匙全部都在客户那里 我们从第三个途径上面 我们是无法打开这把钥匙 5月20号左右吧 应该是我确定过 真是门拉过车身都关起来以后才走的 那现在发现这个情况 我也不知道 我现场我去看一下 是什么个情况 这现在我们查一下监控 对 我刚刚呢 也在看这个东西 如果说我要动了 我可以正大光明地去动 我没必要多多蒙过去 去把再去动这个车子 本身大家就有分歧在的情况下 对不对 你说这那我不可能说 把这毛巾交点然后又重新推到封口那里去 对吧 3CN的州主管对怎么查监控似乎并不熟悉 近半个小时的查找 系统只能查到5月26号开始的录像 这个已经开了 已经开了 确定了 因为不开的话 这个有 看不到里面的 看不到对面的那个反光镜 这个是对面的反光镜 这个已经开过了 那26的话之前也都已经开了 只能保存到26号了 最少三个月完 运管要求 你是修理场站 你最少要保持三个月了 你怎么可以说 只告诉我 只保存一个星期 您这个的话 咱们给王盛律一个解释 这个是您解释 还是找您上面的领导解释 我算是解释 我解释不了 那您上去什么时候过来 等一下 我问他一下 周主管去请示的空隙 事故代理人倪先生 也介绍了这一个月来 向奔驰3S店索要安全气囊 和车距监控防状系统 触发参数的经历 他们一直说 要寄出人员过来检测以后 那我说这个是不对的 我肯定是要拒绝检测的 我说你检测了 你什么都说你是对的 那我怎么办 我说你想把标准答案告诉我 都快一个月了 您是专业的时候 从事法务方面的工作的人 都没有搞 那我一直给他们打电话 他们一直老是推 好的我们会联系的 我们会沟通的 周主管回来后再次强调 3S店没有车钥匙 没有授权 不会动事故车 他们认为 车窗可能是事故代理人倪先生 忘关了 5月17号的时候 有来过电脑袋 那有可能是那个时候没关 有可能 我现在监控上面也看不到 我又回答不了你这个问题 没有 但关键是你要监控 如果有的话要保存三个月 这路质有要求的 我记得以前是那个的 那什么时候开始就有一个事情 这我不知道 我还 这块 不是在我的火箱范围里 沟通陷入了僵局 王先生拨打了奔驰中国的400热线 对于店内我们确实是有监督的 但是每一家店 我们实际是有自主金融权的 所以具体情况 我们这边的话 是没有办法现在给您确认的 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去联系到店里 进行去核实这个情况 然后核实好会 什么时候能够给王先生一个回复呢 您看您有没有什么时间上的需求吗 我们可以去帮您进入反馈的 王先生和记者都给客服留下了联系方式 事故代理人倪先生 也趁机再次向客服询问 奔驰车的安全气囊 和车距监控防撞系统触发的具体参数 第十次了吧 你们现在有没有把这个问题反馈给我 或者是通过厂家店家反馈给我 林姐您要表达的意思 先生 这个事情呢 我刚刚又先去看了一下 您所要进行确认的信息呢 我们这边已经授权给家商 这边直接来跟您对接沟通 你有什么疑慮或问题 可以直接与店内进行去沟通 感激您的支持与理解 咱有跟这个客户对接过吗 这个到底是因为新闻发言的 您也不知道是吧 经销商他们也不知道这个事情 那么这个事情 应该再继续怎么办 奔驰这边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一个操作 抱歉 这边我们没有办法直接的进行 合适到您所说的问题 直接给您进入回复 我们会去协设您进入反馈落实的 一个月下来 事情处理进度还在原地踏步 周主管之前说 3S店的新闻发言人会马上到店里 向记者和王先生介绍相关情况 可等待一个多小时后 对方表示来不了了 我们出事故 那我们就正常按保险公司的理赔程序去走嘛 但是客户这边呢就是一直纠结的点 就是说是 我出了事故之后 为什么我的气囊谈不出来 一直要给予我们 要求我们CS店给予赔偿 或者CS店给予赔偿 这个赔偿是 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赔偿是谁提出来的 车主 车主我就是车主 我什么时候以书面的形式 或者是以文字的形式 或者是给你们店里哪个人说过赔偿 你先把这个人给我找出来 我们要求她赔偿什么了 美女你好 这个说话要有要有证据的呀 我姓姬 我也没碰到过你 没有 那你怎么说我要 像CS店提出赔偿 叫做你 我跟你谈的 还是我跟谁谈的 你跟周莹谈的 就目前我们现在在一个手术馆 我跟你谈过吗 说要求赔偿的是 我一直要求诉求是 是不是要检测 你拿出两个数据出来 那两个数据你一直没给我 对 我妹妹要求 然后那你 你不是还还 其中还说过 就是说是 那这个车子 要不然就你们CS店收走啊 对啊 那你说拿不出来 是不是有类似的话说过了 对类似的话说过 我是怎么说 我说你检测不出来 那我们也承担一点 你们也承担一点 是不是 对啊 那你总价 你给我算出来 28万是不是 28万是什么 怎么算出来 我说这辆车 总共是108万 事故代理人 倪先生和CS店周主管的 对话内容 慢慢变成了 具体价格数字的纠结中 车主王先生 再次向CS店新闻发言人 强调 他本人没有要求 赔偿的意思 那么我们跟倪先生 这边在沟通的时候呢 他一直要求的 就是刚刚 刚刚那些对话 那比如说是要赔偿啊 对吧 我没有要求你赔偿 我可以说实话的 这个车子我要不要 我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咱看这个要求的话 有办法 就是现在你最起码 要给我两组 说句一组是 这个要求我周一这边 跟产家这边沟通过之后 到我们到时候 跟车主聚集联系一下 王先生一直想要弄清楚 几个参数 似乎会有进展了 那事故车辆的玻璃窗 莫名敞开又要怎么处理呢 不管是谁弄开的 放了这么久 没人管 这个的话我也要去了解一下 具体是什么情况 具体联系一下 我们那一期 到底我们的那个 视频的一个保存时间 具体是多久 如果说真的是我们 引起的车内 有些不干净的 或者怎么样 不是不干净 而是我怀疑这个 数据会不会被读取 或者是被修改 这个是很 那不会 我当时 这个您放心 因为车子在静态的前提下面 我们任何设备 都放不掉你的车里面去的 出去也是读取不到的 您作为奔驰的忠实粉 现在都没穿下来 跟怎么样 我现在最关键的 就是安全数据 如果真的是 我真的希望 它安全上面没有隐化 我继续购买 哇你真是死忠粉 好 第二天晚上 CIS店新门发言人联系记者 通过一天自查 他们确认 没有工作人员 碰过王先生的车 CIS店内的监控录像 应该也是有保存的 但相关技术人员出差了 需要晚几天 才能调剧出来 从保险公司的照片记录看 这辆车的车窗 事故发生后就关不严实 它确实是有一条缝隙在那里 后面我们的工作人员 也有口头 告诉过客户 就说你们的窗户 这样子开着的 那么客户也是第一时间 跟我们反复说 让它这样开着就好了 但是我们这次只是口头告知 没有任何文件上面的一些提醒 开了一点点缝 我知道的 不是像这么 全部扒下去的 这个差不多 这窗是被别人扒下去的 我会去扒下去吗 我也没有到他店里去 他只能说 他自己监管不利了 保管不散了 车辆现在目前 也没有具体检测过 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 导致它的一个升降 玻璃会到底 一切要等到客户授权之后 我们才能对这一块的一个问题 经营一个检测 拿到客户授权的话 就能查到这个 玻璃道具有什么掉下来的 对 新闻发言人表示 事故后的第二天 赛斯电跟王先生的委托人 以及保险公司 一起读取过车辆的数据信息 数据显示车辆没有问题 所以奔驰厂家 没有给赛斯电安全气囊 以及车距监控防撞系统的数据 如果王先生 仍然坚持想知道 这两个触发参数 必须要先给赛斯电授权书 让赛斯电对车辆 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测 气囊什么时候启动 和DTA什么时候启动 这个应该是有固定参数的 厂家没有给到你们 车辆在完全正常的情况下面 它不会有提供相关的一些 技术参数的 比如说我那辆车 我没发现过 但是我要求比如说 厂方提供那几个功能的 触发的条件 难道说他们也要检测数据吗 我也跟他奇怪 因为这个执行标准 就像你生产一个东西出来 你最起码国家这个技术标准 你首先通过了之后 才能生产的呀 对不对 这个事故也没有给你回复 没有回复 怎么说呢 他要是这样服务 我不知道是奔驰中国的问题 还是他算是电的问题 截止到记者发稿前 王先生已经同意 先授权给赛斯电 对事故车辆进行检测 事故代理人倪先生表示 他们将继续通过其他渠道 核实奔驰汽车安全气囊 和车距监控防撞系统 触发的具体参数 厂家会安排专业的一个技术团队 到店来检查车辆 大概时间会多长 大概时间 目前要厂家这边也要排一下 具体需要多少时间 那我们只能找运管了 找陆正了 或者找市场建筑局了 你预估下面的这些处理 还要多久 我估计没有三年六个月 我都是肯定下来的 1818黄金言记得报道 我估计有没有